第五題跟第六題 其實第五題跟第四題還蠻像的 差別只是說 一個是把回憶這個選起來放過去 一樣要有個背景 這個背景部分的話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一個是 這個角度 這個是-30度 不過各位講 這樣子是-30 其實你另外可以輸入一個角度 這樣子的話也可以 繞一圈是多少 幾度 360 所以如果你輸入不是-30 你用多少度 330 也是可以 330是這邊繞 -30是這邊繞 結果是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這個是水平的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好像跟這個蠻像的 對 沒錯 題目是不是也這樣講 我看一下 題目的話是說 把這一張這個就回憶兩個字 字錄過來 所以是選起來複製貼過來的 然後呢 設定圖層樣式 斜角和浮雕 所以這個要做 至於要反正打鍋就可以了 然後再利用動態跟剛剛一樣 做出白色的 光束效果 OK 至於光是效果多少 也是一樣自己試 我覺得這個最麻煩 因為他都沒有 數據 那意思是你自己要試 我每次都試好久 終於 好接近了 但是 很難說剛剛好一模一樣 OK 那真的蠻花時間的 所以接下來怎麼把它選起來 剛剛我們是用魔術棒 對不對 但這一題兩個都可以啦 我一樣用魔術棒 不過你會發現魔術棒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直接按右鍵 直接選取像素 因為他背後並不是透明的 有沒有 他背後是白色 就不能夠用選取像素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像剛剛那個復古車為什麼可以 因為復古車的背後 是透明的 透明可以 這個不行 那不行的話呢 你就只能用什麼 用那個魔術棒工具選 但是選第一次你會發現 有些地方有選到 但是有些地方 卻沒有選 為什麼 因為 他有些地方是封閉的 封閉你就選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就自己再把 這個魔術棒工具 改為 所謂的 增加選舉範圍 記得喔 你不能再去點 比如你要把這個加進來 你不能沒有選這個 他會變好像重選 有沒有 Tapain只有這一塊 所以如果兩塊都要一起加進來的話 記得用增加模式 記得喔 這個一定要選 選這個喔 增加自選舉範圍 再按一下 這一塊跟這一塊都一起選 那這一塊也要 這一塊也要 那它在哪裡 還有這邊 口 這個裡面 也要 這個裡面也要 因為它是封閉起來的 所以如果你沒選到的話 那就會漏掉 你可以Ctrl加號 放大一下 這樣比較清楚 這邊也沒選到 這邊也沒選到 OK 應該都選完了吧 好像沒有漏網之餘 最後記得呢 把選舉的地方 改成反轉 然後反過來 再來做什麼 Ctrl C 再來怎麼樣 Ctrl V貼過來 回憶這兩個字 就會 放到這邊 並且用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到這邊 就兩個字了 當然如果你為了好辨識 你可以在這邊 把它圖層4 改成叫 回憶圖層 這個你可以自己改 假設你要 或者叫回憶就好了 OK 再來一樣 把這邊 做成像剛剛的 按右鍵再複製一個圖層 這樣叫回憶什麼 回憶背景 所以做法是剛剛還蠻像的 背景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填滿 填滿成白色 背景放下面 背景的部分 這個眼睛閉起來 把它選起來 因為它背後是 透明的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透明的話 這個不是透明的 這個就透明的 按右鍵 你可以選取像素 選取像素的話 它就可以選得到 如果不是透明 很抱歉 不能夠 用選取像素 選完之後 編輯 填滿 跟剛剛一樣 白色 好 那記得 選完之後呢 再把它取消選取 如果沒有取消選取 那個動態效果做出來就不對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 這個回憶的背景 那怎麼樣做效果 剛剛一樣 濾鏡裡面的模糊 找到一個叫動態模糊 那角度記得改為零度 因為要水平的 兼去的話呢 不用那麼多 我試過它100左右吧 看一下100 100會不會太多 按確定看看 然後把回憶兩個字打開 看一下這邊 有點接近 差不多 但是你說老師為什麼它比較白一點 這邊感覺沒有那麼白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這樣 因為它白色的光影數量不夠多 你那個動態的部分也沒有辦法去調整它的光影的多少 所以怎麼辦呢 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把背景怎麼樣 複製一個 再加一個 背景2 看一下 我想過 一個 不夠 再貼一個 加強它 白色的那個 光影 我試試看 我會不確定 看一下 有沒有光影多一點 看一下 有耶 有沒有 所以如果兩個不夠的話呢 看一下 好像有點接近 不過再三個按右鍵複製一下 再把背景 變成三 好像越來越接近 好像大概三個就差不多了 不要再多了 再多的話 感覺應該就太over了 OK 所以 這個是我試不來的結果 因為 說真的 它沒有提示 它也沒有跟你講說 你要複製三個 真的是最難的地方 就是 它這個出題的 題目 有點模擬兩可 模擬兩可 最麻煩了 這怎麼做 所以你變成要自己試 OK 那這樣應該OK吧 其實蠻像剛剛復古車 先把 這個回憶選起來 記得喔 裡面這些要選到喔 我用的方式 是用這個魔術棒 再增 這個啦 OK 我相信應該很多同學 會漏掉 這個啦 這個 好像都是你們的罩門 好像因為你們有時候 精神有時候沒辦法 集中 記那麼多東西 你看 動作這麼多 誰記得起來 對喔 有時候我講太多 有時候同學都 後面都忘光了 好 那把它Ctrl C Ctrl V之後 再複製一個背景 把它的背景濾鏡 改成大概100 就是模糊裡面 這邊就是動態模糊 OK喔 然後這邊是100左右 那一個不夠呢 多複製幾個 這樣子就OK了 最後這個把他講完好了 這個2喔 這個其實就是這些字啦 就這些字 那怎麼選比較快 一樣嘛 用魔術棒好了 選一下 魔術棒不行 不行怎麼辦 取消選舉 所以有的時候字太小 如果這個不行的話 那沒辦法換一下 奇怪 這個應該蠻好選的 我看一下取消一下 取消選取 選取向就是整個選前 OK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那一題做完 畫面先還給各位 各位好